中午时间一到,长辈们陆续报道 接着11点半,在厚德里寻守钢铁的老人共餐据点 已经出现长长的排队人龙 细子区厚德里老人共餐固定每个星期三午餐的约会 免费请长辈们吃饭,这一半就是第12年 除了志工们辛苦的端出美味料理 还有就是社会各界的协助经费 而这次则是中华民国天心慈善协会 是看到了这么多老人来共餐 也决定包办共餐的摆明 陈理长的领导之下 有那么多的义工还有那么多的礼民 在吃这种慈善的便当 我们觉得这个活动很好 我们台北市天心慈善协会 也愿意长期的提供我们的百米 我们现在目前是每个月都有捐百米 我们也希望我们这种活动一直持续下去 因为毕竟这是帮助到你看那么多的老人家 所以我们很有意义的活动 有一个礼民他长期是住在厚德里 他有参加这个协会 那他之前都有看到我们厚德里 都有在办这个老人共餐 然后他就回去跟他们的会长讲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帮助厚德里的老人共餐 那他们之前就有先来赞助我们一些物资 那后来我有跟他们提到这个 他们是说愿意 就是说每个月一包百米给我们 天心慈善协会除了一开始捐物资 现在决定长期捐助百米无限量供应 因为一百多个人饭量不少 每次共餐都要煮一大锅十几二十斤 现在有天心慈善协会赞助百米 里长也很感谢 所以说真的非常高兴 也非常感谢他们 今天丽林现场来看到 来看一下 那他们看到现场有这么多人 他们才知道说 哇里长原来你的老人共餐有这么多人 真的是一包百米够不够 我说我们尽量老人吃多少我们就给多少 如果说不够我们再跟你们讲 他们说愿意 如果说不够的话再跟你们讲 那非常感谢他们 谢谢他们 除了长期捐助共餐百米 协会一行人当天也来向长辈们问号 共餐时间一到也为长辈们打菜 也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协助 希望后得里的共餐能够长久的办下去 这场惠林细致采访报答